五一小长假之前,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的高铁旅游专列首次开行 4月27日,上千名旅客就乘坐着高铁列车,从沈阳出发抵达丹东,一天内进享中潮边境鸭绿江美景 当日早间,第7667次高铁旅游列车从沈阳火车站驶出 一小时30分钟后,列车抵达丹东站,随后车上的一千余名游客换乘大巴车接续前往鸭绿江风景区和河口风景区游览 此次旅游活动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联手辽宁旅游部门,及60余家旅游合作单位 在辽宁高铁沿线城市和景区推出的高铁家旅游系列新产品 铁路部门希望用更便宜的价格带给游客更深度的旅游体验 打个比方,您比方说,这个沈阳道丹东间,我们二等座的动车票价是70块钱 那么现在我们打折最低幅度6.5折的时候呢,这个折扣以后是48块钱 也就是说单程旅游就可以节省22块钱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根据这个市场变化情况 推出了4加3的这种打折方式 这个周二到周四,这个我们有六五折 周五到周一,我们可能达到七五折 据了解,此次沈阳铁路部门精心设计了8条旅游线路 除了27日开行至丹东中潮边境游列车外 还推出了本溪水洞一日游,庄河冰浴沟一日游 通辽塔敏茶干沙漠,大清沟一日游 承德避暑山庄,皇家寺庙,谷水北镇二日游等线路 旨在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 铁路部门表示,随着2018年底京哈高铁城审断 和新通高铁的开通运营 辽宁境内高铁运营里程达到2035公里 位居全国前列 覆盖辽宁省13个地级以上城市和地区 开行高铁列车达181对 发达完善的高速铁路网 将进一步助推辽宁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发达完善的高速铁路网站